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4月19日星期一的第二節 我們一起去跟進大陸方面的最新情況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國務院前總理溫家寶 較早前撰寫了一篇文章 這篇文章分開了四節 在澳門渡報的書刊登 主題就是 紀念他母親的一生 而在文章結尾 他亦是趁機抒發自己的家國情懷 近日有大陸網民發現 這篇文章 離奇地被微信下架 有人懷疑 究竟是不是這篇文章結尾 出現了一些敏感詞 導致這篇文章要下架 第二宗消息 昨日路透社報導 說北京當局想馬雲 裸退 螞蟻集團 但是螞蟻集團方面 已經答覆了 並沒有討論這件事 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 國務院前總理溫家寶 這篇文章 他最後那段 究竟是 寫了什麼 為什麼會令人 引發出一些聯想 其實文章的前面 大半部分 都是講述他母親的一些事跡 最後那段就說 人們之間 很多事 都可以相互模仿 甚至 苦心 孤魏造作 但是 唯有真誠 朴實 善良的情感 和心靈 是做不到假的 只要看看他的眼睛 看看他的同情心 看看他在危難中的勇氣 看看他在關係國家前途命運關鍵時刻的擔當精神 就可以 規見他的真實 我同情窮人 同情弱者 反對欺貌和壓迫 我心目中的中國 應該是一個 充滿公平正義的國家 那裏永遠 有對人心 人道 和人的本質的尊重 永遠有青春 自由 奮鬥的氣質 我為錢納瀉過 奮鬥過 這個是生活讓我懂得的真理 也是媽媽給予的 這一段 就是整篇文章的重點 應該是 其實雖然在微信上下了假 但是這篇文章仍然 可以在鳳凰網上找得到 當然 大家聽到 似乎是最後一段 最後一句 特別是 似乎和目前 主旋率 會不會有多少 衝突之處 因為 溫家寶 他心目中的中國 應該是一個 充滿公平正義的國家 他心目中的中國 到底 是不是在暗示 正在 現實中的中國 和他心目中的中國 是有著一定的距離 他說 他心目中的中國 應該是 一個充滿公平正義的國家 應該是 現在 還不是 是不是這樣解釋呢 是不是有這個暗示 出來 如果 現實中的中國 已經是一個 充滿公平正義的國家 他又不需要 寫出他心目中所向往的中國 究竟是有什麼的條件 所以 這篇 文章 最後一段 這一句 就導致很多大陸的網民 引發出很多聯想 究竟溫家寶真實想表達的是什麼意思呢 究竟他純粹 有感性 於是 寫下了這篇文章 還是另有所指 我相信 他是有感而發 這個機會就大一點 始終來講 人酒茶糧 因為目前 溫家寶好話不好聽 在大陸的政治影響力 可以說是所餘無幾 所以我就不覺得 他要借助著這篇文章 達到什麼特定的目的 至於在這篇文章結尾 他所表達出來的思想 其實跟他在任期間 幾乎是一致的 比如說在2007年 他在出席完全國人大會議閉幕後 會見記者提到 民主 法制 自由 人權 平等 博愛等等 這些不是資本主義所得有 這是全世界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 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 也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 他就是在大陸 少數的黨官當中 願意接受 這一套普世價值 但是大家知道 目前那些 戰狼外交官 你問他 到底是不是接受這些普世價值呢 可能會得出一個 不一樣的 答案 當然 講就是天下無敵 即使在他任內 到底能不能夠 落實得到 他口中所說的這些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 如果是可以的時候 他就不用在這篇文章的修結 就講到他心目中的中國應該是一個公平正義的國家 至於當時 溫家寶其實都被不少的網民說 他喜歡做show 一會兒又幫他安個番名叫做影帝 但是 我覺得他現在寫的這篇文章 都是重複 他在任時期曾經說過的這些說話 不過就用了另一種形式去表達 至於在微信上 有人想 分享這篇文章的時候 就被提醒 這篇文章是違反了 微信公眾平台運營規範 文章是被禁止分享的 當然究竟是以一個什麼的準則來定定 就沒人知道 老實說如果不是 微信說要禁止這篇文章的分享 把這篇文章落架的話 其實在境外 斷古也不會說有哪些人特意去找這篇文章來看 因為澳門《渡報》本身又不是一份 很知名的刊物 而且這篇文章本身在大陸其他的網站 都鮮有轉載 除了是鳳凰網之外 如果他不是特意把這篇文章落架的話 就不會引起公眾的目光注視 自然其實就是寫了什麼都沒有人知道 但是他一落架的時候 大家當然要去拍一下 其實大陸有時候 他們的反應 往往是過大或者過激 令到原本沒有什麼人注視的東西 忽然之間有一窩蜂地走去看 就造成了一個反效果 因為他們把這篇文章落架 背後的目的 都是想把這篇文章的影響力縮得最小 既然在大陸也引起不到半點涟漪 你就說知他分享 不是的 現在變成了 全世界都去看了 接著我們又看看 路透社的一篇報導 昨天他們獨家報導 根據一名熟悉監管者想法 以及 兩名與公司關係密切的消息人士所指 螞蟻集團正在研究 被創辦人馬雲 剝離持股 以及放棄控制權的各種選項 因為中國監管當局的約談暗示 這樣做 或者可以使當局 針對螞蟻的業務整改 告一段落 消息人士說 中國人民銀行 以及中國銀保監會的官員 在1月至3月期間 分別約談 馬雲和螞蟻集團 其中討論到 被螞蟻 退出螞蟻的可能性 螞蟻集團 就否認了曾經考慮 被馬雲剝離持股 他們在一篇聲明當中就說 從來 都沒有跟任何人討論過 要剝離螞蟻在螞蟻集團的 持股 這個話題 路透社就說 沒有辦法確定 到底螞蟻和螞蟻 是不是 將會著手進行剝離的選項 如果是會進行的話 又將會採取哪一個選項 馬雲在螞蟻的持股價值 就是數以十億美元計 其中有一名跟公司關係密切的消息人士就說 螞蟻就希望 螞蟻的持股是能夠出售給 螞蟻或者是阿里巴巴集團的現有投資人 就不要捲入任何的外部實體 但是另一名消息人士就說 馬雲在跟監管當局討論的時候被告知 不准他將持股賣給任何跟他關係密切的實體或者個人 而是要他必須徹底退出 另一個選項就是 將他的持股 轉讓給跟政府有關聯的中國投資者 兩名消息人士都說 無論採取什麼做法都好 都需要得到北京當局的批准 這就是 路透社的獨家報道 其實馬雲把這家螞蟻集團養成這麼大 經營到現在 到了這樣的規模 卻似乎 離不開 要將整家的集團 拱手商量的結果 當然現在只不過是 路透社的報道 究竟這個消息是不是真的 就需要時間來驗證 螞蟻方面就說沒有談過 沒有討論過這個話題 但是大家看到 馬雲現在也是轉趨低調 被迫也要低調 在出席一個視像會議的時候 他只是喝茶喝了兩個小時 他也是不法一言 對著普京的視像會議 其實馬雲如果一直保持著這麼低調 願意悶聲發大財 而不是那麼多聲氣的話 相信 他在這個位置上能夠坐得更加久也不奇怪 偏偏就是他 不知為什麼 日益高調 開始有很多東西說 然後又涉足到媒體的業務 當然就會使得 大陸當局有所防備 尤其是他當著官員的面子 來唱反調 說一些官員適合的說話 更加是致命傷 我比較關注一件事就是 如果馬雲真的要跟螞蟻剝尼持股 就是說要裸退 到底他賣出了那些股份 所賺回來的錢是否全部都是他自己帶來的 還是又要經過一輪割韭菜 早幾年那些媒體經常報導 說馬雲的身家已經超越了成哥 就說 馬雲是後發先子 總之吹捧到他 天上有地下無 但是大家都知道 那個只不過是一個紫上財富 馬雲一天沒賣出的股份 你說他有多少價值 那些全部都是只有寫字 好了,終於來到這一天 馬雲都要面對現實 有機會就是要賣出他的股份 到底在套現之後 是否能夠全數落回他的袋子呢 我認為這個更加是值得關注的東西 至於 以前他講過一句說話 講大了,就說成哥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 但是你又發出一些異見聲音 成哥又發出異見聲音 成哥說黃台枝瓜何堪災窄 他上年登廣告的時候 19年 特地不跟其他人登一射一樣 他起碼保留了自己的發言權 另外他打針又打復必泰 他又不需要走去拆鞋 起碼來講 成哥仍然在一定程度上 能夠做到他想做的事 那你說是不是成哥笑到最後呢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